現在是凌晨1點半,我在雨田機場等Taxi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那天晚上東京大暴雨,很多飛機堵在了天上 所以所有人都堵在了入境的地方 本來能夠勉強趕上中店的我們 最後只能選擇打車去酒店 JR是Hotel Gotanda Gotanda駅 Gotanda駅的? JRHotel 已經開始計費了 新一條 錢包開時間哦 日本打車很貴,我相信大家都有耳聞 這是我來日本這麼多次第二次打車 上次因為趕時間,花了60多塊錢 這次花了6000多啊 電子西瓜卡真的很好用哦,推薦大家使用 不過還好我選的絕對沒有很遠在無反田 下一期再說說我是怎麼選酒店的 太餓了,放下行李一刻去吃東西 沒想到第一頓竟然是麥當勞 其實不是第一頓也會是第二頓 因為我要吃皮卡丘的兒童套餐 先喝個橙汁 最讓我驚訝的是半夜2點的兒童套餐 竟然有熱香餅 好迷你 但是是超級迷你版的 連黃油跟蜂糖漿都是迷你的 一開始不是很會用 沒有擠出來 哎呦掉了 現在擠出來了 擠得有點噁心 但是很絲滑 非常絲滑 樣子看上去不是很好看的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吃 嗯 就是那個Vert 但就是小了一點 日本的兒童套餐是不能挑玩具的 全部都是盲袋 我摸到這個袋子 我都知道肯定不是我想要的皮卡丘了 是個精靈球 是啥 這個指南針 真不錯 我終於擁有了人生中第一個 就 持有指南針作用的指南針 哪一個小孩不需要一個指南針啊 太實用了 Pokemon Ghetto Daze 除了玩具還送了一包卡包 就是那個遊戲吧 那個街機遊戲的卡 這天晚上我有兩個感悟 就是日本麥當勞的薯條 沒有中國麥當勞好吃 以及我不要再做10點以後落地雨天的航班 Pokemon